耙子 大拿着爬 偏门小袖爬 偏门中袋爬 小袖中袋爬 大领中袋爬 扎爬 伸手掏腿为爬拿 爬子的反攻动作 挫腿 掏腿 掏腿 盘腿等动作 搂子 搂子是对脸绊子 前小腿搂对方一鸣腿外侧 双手外肢 致对方倒地 根据手步法变化 名称各异 明目繁多 搂子 搂子的动作变化 刀胳膊搂子 搂子 大拿着楼 搂子的动作变化 小袖 小袖中袋爬 搂子的动作变化 搂子的动作变化 小袖 搂子的动作变化 搂子的动作变化 潮子的动作变化 搂子的动作变化 瘤子的反攻动作 钩子 大德河 查入 李刀钩 李刀钩是对脸绊子 用前小腿搂住对方同名腿内侧 向挤后方蹬 含胸紧手致对方倒地 根据手法不同 名称各异变化繁多 李刀钩的动作变化 刀胳膊刀钩 大拿着刀钩 天门小袖刀钩 袋子小袖刀钩 袋子偏门刀钩 袋子大领刀钩 小袖茶刀钩 抱胳膊倒钩 三手茶倒钩 铃刀钩的反弓动作 用刀钩破俗称道摇 踢底桩等动作 冷瓣 冷瓣是不常见动作 有的动作难度较大 属犯规动作 但对现代机器柔道均有间接影响 能用的有二十几种动作 千金坠 吸 铁木狗子 钉掌 钉掌 黑柳滚颤 反架锅 铁木狗子 小滚 铁胳膊 钉掌 铁胳掌 铁铁铐炸 铁鞋爬 盘腿漏 外打得和 倒胳膊反揣 垃圾 薄糖棍 黑狗钻当 摔鞭 摔鞭 煙窝 掐腕子搓 嘴巴角 冷瓣有很多种 但有不少已被规则淘汰 摔拿法 摔拿法 是中国式摔跤特有的技法 俗称八大拿 在防卫实战中 有其良好的效果 摔拿法的应用 需要熟练地掌握技法 抓住战机 方能出其制胜 在前面技术动作和手法讲解中已略有概述 现将八拿法介绍如下 由于拿法 属犯规动作 已在比赛中禁用 拿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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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肩 拿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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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纸 拿法分技法和功法 要想运用好技法 一定要有一定的功法 摔拿法最大的特点 是连摔带拿综合运用 中国式摔跤激烈多变 要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动作 还需要练习各种倒地方法 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都没有试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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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